男人 女人的眼睛 男人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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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你没有听到他用白马王子的声音跟你问好 他本来不是这个声音 他马上配合的 你刚讲白马王子他就在家好 他说白马王子我就要配合他那个事情 今天情人节 先个别问一下 玉婷你收到什么礼物 什么礼物都没有 就是一个大活人站在你面前就对了 一个活活人就送给我 我是因为我太太很多年前说不要浪费钱 浪费钱嘛 我跟他讲其实我们是拜神的 所以我们只是过年 圣诞节跟情人节我们不过了 今天你收了什么礼物 一点都没有 我收到他一束花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省钱 以后都没有见过花了 你好可怜喔 我同情你 我觉得他创业力太差 我若是男人 但我的女朋友或我太太跟我讲说 省钱不要买花 我下次买一大把草给他 大葱也行 只要你朋友是像我这种类型的 我其实是蛮欣赏创意的 不说老是送花干嘛嘛 满街都拿花 我拿个大葱也是不错的 我新制作 你自己也有性格 如果你真的拿大葱走在第一次 看到没这样拿个葱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的男朋友是谁 真的 拿着一颗葱 走在第一次 如果那颗葱真的够漂亮 我告诉你真的不一样 如果是我的太太或是女朋友 整颗葱就丢了我 不会耶 回家还可以签 你不同吗 好蛋 她可能丢了你 我觉得葱我的事最受不了 有人说 他说送这个点点会马上分手 什么点点点呢 就可能是大蒜吧 你和他打大蒜很难打 这个字的哈利币找不到 你想收到什么礼物 喜欢的礼物 不过我最不喜欢的礼物 我想收到一辆车 美香姐其实做你的男朋友很辛苦 要有创意 要大胆 要细心 开着骑补车带着满大蒜来 可以 今天我们的直播节目名称叫做男人女人 在情人节的时候谈谈 秘密情人 情人的秘密 因为我的情况你在这样想吗 我结了婚 找的那个女孩子应该是 还没有结婚的 还没有结婚的吗 你已经有老婆 你已经有老婆 不是我 我的朋友叫王大那个 爸爸今晚不用睡 那个王大 有老婆 然后他 他一定有一个魅力 你们不要讲到小三去 那个不算情人好吗 就秘密情人跟小三 这样我要分清楚分别在哪里呢 大家赶快救救Ashley吧 他情人跟小三分不清楚 真的分不清楚 想来听听 你们真的帮忙一下 你们废话 小三跟秘密情人有什么分别 对咯 好我们现在先来谈秘密情人 他的秘密情人就是 一个星期有时他很闷 约他出来吃饭 当然吃了饭就直接上房间 然后有时带他出国 那个不算小三 你的小三的意思是 有包起来的感觉 个人认为 小三就是说他想要跟你结婚 想要取代这个郑公 才称之为小三小四 我清醒了 我们先谈郑公们的意见 你们希望丈夫有小三还是情人 你现在这个问题要回答得很清楚 你老公在听节目 我不怕 因为他什么都不敢 胆小如鼠你的老公 没有用 我平常常常打他 你觉得你可以接受你老公 有情人还是小三 情人 为什么 因为情人是可以疏忽啊 可能是跟男朋友差不多 可能是没有 没有性关系的 只是精神性的 Actually我要倒过来问你了 你能不能接受你太太有情人了 我就可以接受 你可以接受你太太有情人 可以可以接受 刚才那个角度是只是 呃 诉苦或是谈一些东西 就像我们讲的道理 有些事情啊 嗯 不是两公婆在那一刻 或是那一段时间可以 嗯 谈妥 有些第三者跟他谈的时候 他想想哎对啊 就是我做错 可是你知道情人呢 不是一个诉苦对象 情人是有情 才叫情人 但说不定你太太喜欢他超过你 应该以我的魅力应该是很不需要 哈哈哈哈哈哈 很多人要晕倒了 我突然间讲出真心话 真的我我对自己挺有心情 我觉得不需要那个点 有个人是 你是说他不会有情人 会有情人 有个人是 那个情人不会喜欢他过过我 哦 有个人他有个空间 跟人家诉苦 所以我觉得应该 那那个就叫做一个诉苦的对象 不能算情人 真的要这样讲 我觉得不可能啊 有时候我照镜子看看我就难了 哈哈哈哈哈哈 刚才得到一个炸弹性的消息 J曾经有过三个情人同时交往 恭喜 你现在是我们的同向耶 对咯 我没有想到啊 还是同班同学 欺负效果吧 欺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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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年以后 你觉得那个对你来讲 真的很好吗 不好啦 其实是会因果报应到现在 就会交不到你们这样的 那你意思说 现在是现实话啦 哈哈哈哈 所以他吃很少了 他一年吃几次而已 怕三拖我们就三拖 出一失误 出一失误了 如果说你秘密请人交多了 那基本上对于很多女性 你都已经是不感兴趣了 对 你不是说不感兴趣 反正很特色的选 条件不一定 你这个什么什么话嘛 你自己 也不算是提高 就要求提高 不行不行 我不可以接受你这个 你交了这么多女朋友 然后现在条件摆那么高 大全文凭你也要要求多点工资啊 那可是如果人家从来没有交过男女朋友 好像我这样不是很惨 我只交一个就结婚 呃祝你幸福 谢谢啊 哈哈哈哈哈哈 好像我这样 追一个 娶一个 永远都幸福 追一个 娶一个总共是两个 没有哭 同一个 娶同一个 就一架主机就到现在 对的啊 真的啊 哈哈哈 刚才忘了讲一句话 我当年的尊师就是 张美湘小姐 不怪是你学得这么好 你看你的师父教了你之后 他自己脱身了 我哪里是他的师父啊 你说八道你相信 他又保一 他又留一手 他最后一招不教你 如何在于尋找真爱 尋找真爱 美湘姐这招真的绝啊 不愧是美学台师 通常情人节都是男生送东西给女生 很少女生送东西给男生 对吗 我太太是会准备菜 会煮好好的菜 或者送卡 那都是她下面就写这个 今晚要加油哦 今晚加油 那张卡每一次情人节都是这样 今晚要加油哦 吃了她蹲菜你就要准备加油 都是有生桃啊 虾啊 香槟啊 加油哦 情人节一人讲一句话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好不好 来 情人节把爱分享给大家周围的朋友就好 珍惜我们所有身边的人 祝没有情人的人找到你们最爱的情人 所有情人尽量加油 尽管加油 他们给你的祝福就等于是我的祝福 情人节快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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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